歐盟將香港列入稅務合作志儀觀察名單 特區政府承諾春年年底之前周例打擊跨境避稅 會在修訂稅務安排之後 要求歐盟盡快將香港由名單剔除 在香港沒有實際經濟活動的企業 不需要就部分源自外地的被動收入 例如利息、特許權經營、特許權使用費等繳稅 歐盟關注可能成雙重不繳稅 因此將香港列入觀察名單 政府發言人表示 本港多年來採用地域來源的原則徵稅 源自外地的利潤一般來說 在本地無需繳交利得稅 政府在支持打擊跨境避稅的大原則下願意配合 已經向歐盟承諾在春年年底之前修訂稅務條例 針對企業利用被動收入跨境避稅 並在2023年落實